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组嘉宾包含钟老青三代歌手 我们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 闫明熙 曾比特 单依纯 刘希军等新世代歌手让人眼前一亮 林子祥 叶倩文 李健 李文 杨倩化等实力歌手展现超强的唱功 一直备受质疑的马赛克乐队 魔动闪霸组合 也通过公演证明了自己 生生不息武功上半场为献礼专场 录制的内容也是为七一做准备 整个节目的选曲藏着巧思 香港歌手与内陆歌手之间进行合作 彼此之间不设置PK 更像是一场汇报演出 上万场合唱的歌曲有八首 周碧昌和杨倩化带来歌曲《当我想起你》 林子祥和毛不义合作演唱《狮子山下》 李文和马赛克乐队带来歌曲《强》 叶倩文与善依纯演绎《爱是永恒》 李克勤和魔动闪霸演唱《Chinese》 李健和曾米特合作带来歌曲《千山外水总是情》 刘锡君和林晓峰演唱《我的中国心》 《阳磚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处前进》 颜明熙 安琪和飞行嘉宾唐妹带来歌曲《我的骄傲》 整体来看八首歌曲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利益很深远 体现了县礼节目的价值 最让人惊喜的是 《上半场的大合唱》是众人期待的歌曲《东方蜘蛛》 《我爱向你流路》 《游到乡家》 《去看一看》 《东方蜘蛛》 《我的爱人》 《生生不息武功》 《下半场》为《静歌金曲冲刺业专场》 演唱的歌曲都是在十大静歌金曲颁奖礼上拿过奖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 《下半场》的赛制发生重要的变化 演唱开始前 《现场观众》在两队中各投三人 每队中票数排名前四的歌手直接晋级总决赛 《下半场》签化队和克勤队PK 最终获胜的一队全员晋级总决赛 《下半场》每组PK中 获胜的一方可以为本队增加一个晋级名额 按照这样的赛制规则 最终有一队可以全员晋级总决赛 而另一队可能只有五到六人晋级总决赛 很可能有两到三人被淘汰 《生生不息》一直都没有淘汰的赛制 总决赛之前突然搞这样的操作也引发很多观众的不满 节目播出至今是六组歌手各有各的特色 每一个都是观众的心头肉 淘汰谁都是大家不能接受的 节目组这样的做法让人看不懂 只能说赢得了热度却失去了人心 《生生不息》武功下半场的对决分为四轮 两队为了赢得比赛都很卖力气 每一组的对决基本都是以老代新 还有的表演直接全队跟着一起嗨 整个场面非常壮观 第一组对决在两位实力女歌手之间展开 这也是本次公演仅有的两个独唱舞台 李文演唱的是谭永玲的歌曲《爱的根源》 叶谦文演唱的是自己的热门歌曲《潇洒走一回》 观众心念的珍重并没有被演唱 只有他们两人获得独唱的机会 看得出节目组还是给了足够的排面 第二轮对决同样精彩 林晓峰和马赛克乐队合作带来歌曲《朋友》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客情队的成员几乎全员跟着演唱 周笔唱和安琪合作带来林一连的歌曲《醒醒》 两个人的唱跳表演火力全开 第三轮的对决看点十足 林子祥和单依纯合作带来歌曲《千亿个夜晚》 一首观众非常想要听到的歌曲 整个表演同样带来惊喜 第四轮的对决成为彩蛋 刘希君、曾比特和颜明希三个年轻人 带来《失恋阵线联盟》 《千花队》全员跟着唱起来 整个舞台氛围感特别好 李克勤、李健和《魔洞闪霸》 带来歌曲《雨夜的浪漫》 四个人走的是男团的风格 表演中还融入了护花使者 整个秀包括唱跳和rap 大家彻底放飞自我 李健弹奏电吉他 而且也扭动起来 《魔洞闪霸》的rap改编 再一次惊艳全场 《生生不幸》 目前已经完成第五次公演的录制 相关的内容也提前曝光 整个《武功》看点很多 有三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其一 《武功师》节目最后一次公演录制 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上半场是县礼专场 下半场是金曲冲刺夜 7月6号为《生生不息》巅峰赛 很可能采取直播的形式 其二 节目赛制发生变化 下半场的金曲冲刺夜 加入观众投票环节 并不是所有的歌手都会晋级总决赛 将有歌手被淘汰 这也是节目开播以来 首次出现淘汰的情况 其三 整个《武功》对决非常精彩 前话队和客情队都放出了大招 仅有两个独唱舞台 大部分都是合作舞台 每个歌手至少有两个舞台 上半场的组合由节目组指定 下半场的组合由歌手自行选择 总体来说 《生生不息》《武功》舞台 惊喜不断 歌手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表演也很精彩 遗憾的是 淘汰赛制的设置让人很反感 观众不希望任何一位歌手出局 随着《生生不息》《武功》录制的完成 这档节目也临近尾声 对于每周日一直守候节目的观众来说 已经开始有些舍不得了 希望这个节目能一直延续下去 希望歌手们贡献更多更精彩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